健保署公布今年健保药价调整 有7476项药品价格调降 初估每年将可以省下大约73亿健保费 不过健保十大常用药品中就有9项被砍价 医改会表示恐怕会引发患药潮 5月1号开始超过7000多项的药品 健保价格将大幅调整 而其中有7476项的药品价格将调降 创近四年来新高 一年可省下约73亿健保费 但十大日常用药的价格就有9项调降 包括降血压的麦优 降血脂的罐子陀等 药价降服都达到一成 初估影响了人数约400万人 三高类的药品 像降血脂降血压跟降血糖的药品 因为它的实际的量会比较大 就是整个使用量会比较大 所以就是会呈现在它的金额上面 健保署表示省下来的健保资源 将用在新药给付上 不过医改会批评健保署做半套 部分的医院为了追求利润 持续砍价 最后可能导致优质的原厂药商 退出台湾市场引发患药潮 健保署逐年砍药价影响民众的用药习惯 医改会提醒尤其是慢性病患下个月领药时要注意处方签 检查有哪些药被换了 并问清楚为何换药 新药要注意哪些地方 如果患者坚持用原厂药 只能请医师重新诊断开药 记者黄略张国良台北报道